去年大陸的毒奶三聚氢胺事件 搞得大家吻奶色变 那时候呢 这个在社会强大的压力底下 卫生署全面的禁止 大陆奶进口到台湾来 没想到现在传出来 其实今年在六月份的时候 卫生署偷偷松绑 近半年来已经开放 部分的大陆乳制品进口到台湾了 去年三聚氢胺事件 人心惶惶几乎都是吻奶色变 卫生署不但采取零检出 最严格标准 对于中国进口的乳制品 更是全面禁止 不过今年六月份 卫生署偷偷松绑 已经开放部分中国乳制品进口来台 六月份就已经开放 却直到十二月份 卫生署的食品卫生署 才以被动出面说明 根据了解 去年九月份爆出三聚氢胺事件之后 台湾采取零检出最严格标准 只要验出就是禁止进口 而就在今年九月份 海关验出第一批 含有三聚氢胺的乳制品 含量0.11ppm 因为只有48公斤 事情没闹大 但是到了上个月 又有一批中国蛋白粉进口来台 总重量高达24000公斤 验出含量0.069ppm的三聚氢胺 中国厂商不服气 要求再重演台湾进口大陆乳制品事件 才曝光 放宽就是含乳量较少的产品 我前面提过 像咖啡糖果饼干之类的 强调只是开放部分 奶制品量较少的产品 但是令人质疑的是 原本是把关人民健康的食品卫生处 解禁松绑大陆奶 却没善尽告知责任 万一出事恐怕难辞其咎 这整专案五起兵台北采访报道